台東路也分駐所遠景執行巡邏請務時 被一輛至小客車攔像 車上駕駛向警方表示說 他是學校老師 車上有學生手腕不順被玻璃割傷 一直流血 是不是可以協助幫忙開道 遠景立即回報請務中心 也開啟封鳴器還有警示燈 順利把他們引導至馬街醫院來進行治療 從警方所提供的行車紀錄器畫面可以看見 一輛小轎車跑到警車面前 而車上下來了一位民眾 急滿跑向警方進行求助 昨日中午12點35分左右 陸野分駐所的遠景正在執行巡邏勤務時 一輛小轎車跑到警車的面前 將警方攔下 並向警方表示自己是學校的老師 而車上有一名學頭 因為手腕不慎被玻璃劃傷 血流不止 希望警方能夠協助開道 而當下遠景立即回報請務中心 並開啟封鳴器以及警示燈協助護送 本所警員洪四國胡文豪 三國十二十至十四十巡邏勤務 行駛在台九線338公里處 有一台車輛向警方示意 那警方停車後向前詢問 為陸野國小教師 潮信教師 向警方公稱 車上有一名學頭 因為昭波林割傷著手 血流不止 那警方立即開警報器 然後臨警移 然後護送至台東馬街醫院急救 所信在警方的協助之下 在二十分鐘內 便護送這對師生抵達台東馬街醫院 進其後續的治療 所信該名學頭並沒有大礙 平安結束了這場玻璃割碗的驚魂劑 記者陳吉林陸野相報導